有了这笔外资只要先挪用一下 我们就可以开工把水引来 如果我们保证不了每天20万吨的工业用水 美国方面是要罚款的 我早算过了 挪用外资得到的利息就足够付罚款了 开玩笑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讲实事求是 饮水的难关最关键的是票子 老大爷 饮水工程主干线要从这通过 政府要征用你们这块地 这是我们家承包的 我家规定五十年不便 我看几点吧 谁敢动 今天这路你是让也得让 不让也得让 他没商量 找他们来这套 到底想干什么 你敢动啊 好笑的 你敢殴打公安干警 犯了你 诚实解决 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汉 海越是面临水源枯竭的威胁 刚调来的市委书记胆大包天 向群众公开真实情况 颁布最连线水令 至企业大规模停产 民众恐慌到极点 社会一片混乱 饮水工程要征用李老汉的果园 李老汉怒问市长 你们政府说 会跟你徒弟五十年不便 你说说 共产党说话算不算数 这个瘦小就刚猛的市委书记 将怎样hold住局面 他能否力挽狂澜 本期带来被低估的冷门主旋律佳作 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李宝田主演的 中国人 故事开始前 先和各位分享一下淘宝的年轻人专属活动 像我刚入手的这款 号称手柄界卷王的盖世小鸡起明星游戏手柄 属于性价比天花板 70多的价格 还采用了霍尔摇杆 绝对的入门首选 如果你追求更高体验 这款北通阿修罗2pro家就值得一试 北通是行业龙头 这款还是行业首款支持星闪的手柄 现在到手不到300块 针对游戏还有功能优化 黑神话悟空 剑位自动适配 地图呼出功能 跑图不迷路 轻松解锁全成就 除了手柄 还有这款RK R75 Pro机械键监盘 无论颜值还是手感都深得我心 尤其是这个案件生意 写文案更带感了 只要200出头 现在上淘宝搜索年轻就要够 就能进入活动享受福利 会场内还有超多潮流单品和数码好物 惊喜多多 优惠多多 如果你想get我的同款 点击视频下方服装或评论区置顶链接 就能直达活动会场get同款哦 让我们回到故事 海岳市水源告急 钟强临危受命 被身为连夜调来接替老市长 代理海岳市市长市委书记 一路上尽是荒山沙丘 看来干旱比他了解得更严重 老市长心脏病发进了ICU 秘书江涛给钟强准备了洗漱用品 盒饭和两身西服 然后领着他马不停蹄 见了市委领导班子 以及美国企业家摩尔斯先生 海岳市即将和摩尔斯签订一份投资协议 可钟强感觉协议有问题 每日20万吨工业用水 于是见了美国人 钟强直言不讳 我们这个城市的用水仅够180天 工程可能要往后推迟 摩尔斯很震惊 这么大的事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无法接受项目的人气 而且考虑你方也是要赔款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推迟签字 记者和官员们都在外面等着 准备见证签字一试 江秘书急了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么多的中外记者 您让我们怎么去解释呢 摩尔斯表示 是我推迟的签字 我希望自己解释 就这样 签约会成了解约会 病房里的老市长看了 心痛后悔的要死 您千万别激动 要注意身体 饮水是我的梦 可我真的干不动了 这才建议省委让你来 你把我的计划全给毁了 我真后悔 请你请我慢慢解释 不要解释了 晚了 你在电视里什么都说了 全市知道要断水会乱的 饮白龙河的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有了这笔外资 只要先挪用一下 我们就可以开工把水引来 这倒全完了 我是想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事情 好跟我们同性同德起来 当然协议好签 如果我们保证不了 每天二十万吨的工业用水 实际情况我们是确实保证不了 美国方面是要罚款的 我早算过了 挪用外资得到的利息 就足够付罚款了 你既然来了 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干吧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走吧 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 一切为了水 我们必须在一百八十天内 解决水的问题 我提议 我们今天下午的市委扩大会议 由本市电视台的通知 来进行现场直播 我希望全体市民都知道 我们城市面临的困难 现场直播 不怕天下大乱吗 众人面面相觑 宣传部长表示 我们可没这个先例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向您现场直播 由于人们过度开采地下水 整座城市每年沉降近十厘米 因为在海边出现了严重的海水倒灌 水又苦又咸 加上今年即将出现的大旱 情况空前危险 当年的电视机还未大规模普及 电气商城人群拥挤 副市长表示 引白龙河水谈何容易 引水工程干线有一百多公里 一百八十天完成 不对 是一百七十八天完成 开玩笑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讲实事求是的 放学后 一位残疾的小学老师注意到了直播 白龙山下那道死亡峡谷 地质情况非常的 看到这里他果断关掉了电视 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财政局局长表示 引水的难关不仅仅是管子 洞子 最关键的是票子 这么短的时间 这钱我们无法筹击 本来想利用外资 渡过这个难关 可昨天 摩尔斯看了也把电视关了 对秘书的 我们真该感谢这个新市长 他们真的很需要钱 但他们仍告诉了我们真相 新市长成不坑我 但我不认为这个工程能成功 我们还是要撤回投资 最后中强颁布了限水令 从即日起至饮水工程完成之前 将对机关企业城市居民限量供水 整座城市瞬间炸了 市民们疯狂抢购囤积一切饮料酒水 甚至掏空了消防车 这使得缺水提前到来并更加严重 随着恐慌的蔓延 人们甚至开始囤粮囤饮 各位观众 当市政府发布节水令后 每到供水的两小时期间 整个城市几乎空无一人 中强来到水源地考察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咱们工程直接穿过白龙山 那不离城市更近一点 直接穿白龙山杆 这样就得延长水动 4200米 平均每天增加进度28米 中市长电话 宣传部长打来电话 说市委门前的供水咨询站 被人挤爆了 由于电视台的现场报道 使得人们越来越多 而且有人针对您和市委 喊出了过激的口号 宣传部长提出 撤销电视台的现场报道 中强却丝毫不慌 请继续现场直播 接着众人来到了 银水工程的必经之地 死亡谷 当年的银水工程就败在了这 这一带地质非常复杂 一次塌方就死了46个人 最后把责任 全推在了两总工程师身上 虽然最后平了反 可他的爱人无凭 就死在了这 两总工程师现在在哪 说不清 死亡谷附近有一堆荒种乱坟 正是当年塌方死的那46个人 中强指出 成功的是英雄 失败的也是英雄 不应该忘记这些拓放者 我们海岳市有责任为这些死去的人重修烈士领域 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人满为患 老百姓的怨愤和不解到达了顶点 中强一来就遭遇了群众的围堵 大家情绪激动 言辞激烈 老市长心态崩了 当即决定出院灭火 中强站在人群中央发表了一场演讲 你们到政府门口来是说明你们心中有政府有市委 明天就可以恢复供水 可是政府只能保证一百七十多天的平定 因为一百七十天以后我们所有的水源都有光了 海岳市将会变成为一座死城 一百七十天以后我们向谁去要水 中强把海岳市面临的险情如实禀告 把政府的饮水计划河盘拖出 不仅成功取得了群众的理解 更完成了一次战斗动员 老市长听得心服口服 群众也爆发了热烈持久的掌声 所有人都理解了这位新市长的操作 对他的疑虑和愤怒一扫而空 老市长来到乡村小学 找到那位残疾老师 他正看着烈士陵园骏攻的新闻 百感焦急 我们今天的道路 是他们用汗水 鲜血和生命出平的 拓荒精神永存 看着墙上的爱人 老人老泪纵横 老市长在他身后谦卑地说道 这么些年 我一直没脸来见你 梁总 原来老人正是梁总工程师 老师长将梁总推到一处尘封的地方 揭开封条 进入一间房 里面竟然是当年白龙河饮水工程的全部资料 他们没有被烧掉 记忆如潮水般涌现 梁总兴奋若狂 就在你腿打断的那天 是我带人抄来了这些东西 那是52年石河水库的旧资料 老市长清楚梁总不会原谅自己 但完成这个工程一定是他最大的梦想 老市长请梁总再度出山 梁总答应了 中江采取了两种原先设计的方案 并把技术问题交给梁总把关 到全体市民书 在政府信息的同步公开 电视台的时事报道 全是人民的自发组织下 海悦市上上下下 从老人到小孩 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 动员捐款 再困难的家庭都会拿出点钱 却连摩尔斯也被这股精神感染 决定明天就回美国 带上饮水工程资料 说服董事会重新投资 饮水工程最艰难的部分 是白龙山饮水隧道 因为白龙山地质情况复杂 急易发生垮塌 开造饮水隧道 需要一支不要命的绝禁队 中强来到一片简陋的专房 这里挂着很多政府颁发的紧急奖状 赠河北地矿局绝禁队 硬骨头精神永存 战无不胜 这是当年的原班人马 可找他们需要撕开 接着后家的历史伤疤 绝禁队队长 人称酋长 中强找了他好几次 他偏不给市长这个面子 爸 中市长都来过好几回了 你心里不痛快 就直说完了 你怎么也得见上一面 儿子劝他 酋长这才决定见见 老酋长 引龙入海工程 已经开工了 可就是白龙山碎洞 茶汗没好啊 快点 水太愁 酋长请两人喝了杯终生难忘的茶 水很脏 喝钱需沉淀半天 喝起来又色又苦又咸 中强道 我了解你们队的光荣历史 你们是直属地矿部领导的工勋队 为国家创造过亿万价值的财富 当年在白龙山工地 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在你们有什么难处 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是新来的市长 我以为你不知道白龙山的情况 哼 那你既然知道了 你还好意思来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 我不能让本来就无家可归的人 再把命打上 不管你说什么 我今天是非求你不可 这白龙山工程 我们失去了46个兄弟 可我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当年白龙山隧道他方 市政府把责任一推 绝境队不仅家破人亡 还身败名利 钟强对这些历史旧长也很清楚 他早就有备而来 我们海岳市过去对不住你们 为了过去死去的人 还有现在活着的人 我海岳市为你们安个家 说着让江秘书掏出了一包钥匙 白送一栋楼 酋长很震惊 但依然不为所动 酋长 工程你可以不接 海岳市人的这点心意 你一定得领 爸 钟市长都说到这个份了 你不干 我去 就是此 我认了 银水工程的必经之道上 有一片果园 李老汉手持利服守在这里 见人就看 乡长只好带着警察前来洽谈 跟我站住 谁敢动我的国书 我他妈 你先别冒火啊 老大爷 银水工程主干线要从这通过 政府要征用你们这块地 新事情的老模犯得多个贡献呢 还得 这是我们家承包的 国家规定五十年不变 我看今天把谁敢动 看他们打打的 大伙都瞅着 这是政府特批的红桃文件 雷厉风行 我个当乡长的 我能扛得住啊 当我的银水工程就是犯罪 你们赶快让开吧 要我说 接着点路 你是让也得让 不让也得让 他没商量 你们赶快让开 李老汉儿子也是刚 举起大刀怒呛 再敢往前走一步 我就批了你 一个是执行命令 一个是守土护原 双方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 新闻直播报道着果园的情况 钟强见了 决定亲自赶往现场 就在双方耐心耗尽 擦枪走火身体对抗的时候 市长来了 众人立即停手 有什么话请你跟我说 我是市长钟强 李老汉上下打量 问道 我这一辈子见到的官 最大的就是你了 你说说 共产党说话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 算数 记住呢 五八年六月二十九 土改分给我的土地 五八年十月二十九 你们都把它收回了 六三年五月初八 又给我土地 六五年十月二十八号 你们又把它收回了 八零年六月初九又给我土地 我说我不要 你们政府说 这回国家分给你土地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 市长 你们说出 你们国家说话算不算数 以前的事情不该我负责 但是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我说话算数 当初我城堡这片山地 我是卖了房子卖了牲口 苦苦地干了八年的 眼看着苹果就要到作人了 你得让我吃了我 一星期好把它开个渠道 你改一改吧 我老都会救 说着李老汉跪一下了 市长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您看您果园东边那是山 西边路面底下是树油管道 我没到可挪呀大爷 眼看着苹果就要到嘴了 你得让我们吃上了 你们今天不离开果园 我我就不去了 钟强围了难 他看了看周围的山 又看了看记者 摄像师实去的把机器放了下来 钟强让他们别停机 如实报道 说着钟强也跪了 老汉儿子看不下去了 愤然离去 空气尬住了 李老汉瞟了瞟市长 心想竟然碰到一个 比自己更硬的 有点无可奈何了 李老汉沉默良久 只见他突然起身 抄起斧头 朝着市长脑袋的左侧走去 众人吓了一跳 李老汉来到果树前疯狂劈砍 只听见果子刷刷落下 李老汉崩溃了 我这 我伺候你八年 虽然贝贞后有政府补贴 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些果树是他的血泪 这些果子是他的汉滴 这片土地是他的生活 生命 青春 梦想 记忆 李老汉代表了所有为中国 城市化现代化 某某工程 某某计划 而搬离家园 割舍土地 做出牺牲的人 发展进步的确很了不起 但割舍牺牲 也从来都不容易 老大爷 通水之后 我保证给你个功能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酋长带着绝禁队出发了 但有些画面 总是以白日梦魇的方式突然出现 清酒 爸 你怎么了 哦 没什么 市长发令 一声炮响 碎洞正式开往 大家伙干劲满满 斗志高昂 然而没过几天 深入一线的梁总发现 多年前的问题可能又要重演 山体岩层疏松容易垮塌 碎洞每前进一米都要用水泥加固 酋长儿子却说 酋长把他轰走 梁总说没有水泥就没有把握 江秘书表示 我们做每件事情不一定都得等 有把握以后再去办 对吧 面对这些过度自信的年轻人 梁总坚称 没有选择 南方大雨 安徽的公路和铁路被洪水淹了 水泥和管子一个月内运不过来 梁总认为继续施工有危险 提出必须停工 可所有人都不想等 酋长起身表示 这工程是我自愿接的 金灵状是我力子 再大的困难我顶着 说完 带着人进洞继续干活 梁总急了 中总指挥 你要表态 出事故谁负责 你要说话 中强指的表态 万一出事上 我绝不推卸责任 老师长让两人坐下 决定亲自到安徽跑一趟 水泥和管子 我想办法 中强在隧道口守了三天 一切平安 这天回办公室见摩尔斯 刚坐下没聊几句便收到消息 中强边跑边说没看路 结果撞了门受了伤 救援队和医护人员紧急赶往现场 酋长惊伤 他的儿子却不幸身亡 一共三人牺牲 酋长噩梦成真 心痛万分 中强很过意不去 决定安排解放军部队顶上去 让决禁队撤下来休整 决禁队队员们却觉得这样子很丢人 老酋长心一横 来到吃饭处 到处饭菜拿起盆 带领众人走进隧道前往他方点 用瓢挖土一盆一盆接力运出 所有人都深受感染 开始通力合作 官员工人记者医生军人学生村民 大家紧密配合如同一道长城 这景象这精神正映了本篇篇名 压不垮的打不倒的 了不起的中国人 老市长找了条小路 运水泥和管子 结果车队深陷泥潭苦苦挣扎 也无法脱困 老市长问还有别的路吗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这两天还有暴雨 这地板暴雨来 跟着山洪就到 老市长难哪 我们要有大马力的天影车就好了 老市长脑中冒出了两个字 老市长找到当地的部队借坦克 对方表示 非训练动用装备需要经过上级批准 没有军委的命令 坦克是不能动的 于是老市长打电话给省长 水泥根管子不到位 还是要死人的 我求你 一定要解决军委的批贱 这样吧 我马上去找军委 两个小时以后 你再给我来电话 狂风肆虐 暴雨惊盆 钢铁洪流赶到 挂上牵引绳 帮卡车顺利脱困 老市长声嘶力竭的指挥 心脏骤停 壮烈牺牲 水泥一到位 决禁对便过了最难一关 得以继续乍山继续前进 记者问酋长现在在想什么 酋长回答 意外天后 中强得意的向省长汇报情况 结果天有不测风云 突然乌云密布 这是要打雷下雨 市民们高兴坏了 中强却很着急 十多万吨水泥露天放着 一下雨全完蛋了 那是一亿多元哪一个亿 那水泥真的跑不出了吗 我已经给助军打了电话 请他们来帮忙 海岳市人把自己的棺材钱都交给我了 为了进度又死了这么多人 我现在就是跳楼 我都没脸去见他们 老周龙那就回来吧 我盼着你回来 我和海岳子就真能有个家 正当中强准备给助军打电话求帮忙的时候 奇迹出现 乌云散去 金光泄地 有惊无险 一切顺利 中强和摩尔斯带着好酒慰问绝禁队的战士们 众人喝酒划拳 尽情尽兴 第二天摩尔斯告知中强 董事会决定继续投资海岳市 虽然这笔钱已经不再关键 但中强依然热烈欢迎 省长收到中强的请柬 邀请他出席通水捡彩 他却拒绝了 我全都是你们干的 拣财最有资格的是你们 我有件事情请你们 为我代办呢 敬这个梁气天 老酋长和他的积附赛队一杯酒 对了还有那个李宝贵 你忘了在果园里头是谁要拿副头砍你啊 你怎么知道 你可知道这半年呢 有多少人在我的面前告你的状况 酋长没有出席请公宴 也把房子的钥匙还给了中强 他说 我们不是不领海岳人的情 而是大伙说 咱们不能住在弟兄的坟上 酋长带着绝禁队的弟兄们远走他乡 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 我就要走了 有几件事情拜托你 钟强嘱咐江秘书 首先要把两总安排好 其次 老果农的园林赔偿一定要落实 睡通了 给每家发二两茶叶 让大家高兴高兴 电影中海岳市的圆形城市是天津市 白龙山饮水工程的圆形 则是引栏入金工程 1981年天津严重缺水 工业生产停转 人民苦不堪淫 国家高度重视决定引栏入金 将卵河水引入天津 总工程全长234公里 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 比南水北调早了20年 其中最难的部分是打穿阉山山脉 修一条长达近10公里的隧道 也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饮水隧道 当年还没有炖购机 按常规的从两头同时开挖 至少要15年才能打通 国务院计划是5年 但施工部队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巴师立下军令状 两年他们采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打动思路 把这个布要分称啊 缩根节 底子好的 我这洞就长一点 底子比较差的 我这洞啊 就短一点 长碎短档分兵包抄 在隧道上方同时开造15个通往隧洞的斜井 斜井到达饮水隧道位置后 拐向两边延伸绝境 加上隧道出入口 共开辟32个工作面同时开挖 理论上能比两头开挖 提速16倍 但实际因为打斜井 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加上岩层疏松 光他方却有1000多次 兼有泥石流 地下水 粉尘等多重挑战 铁巴士战士们在异常艰苦且危险的环境中熬战 疯狂抢时间做出了巨大牺牲 最终提速10倍 只用了一年零4个月便完全打通 成就了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 1983年9月11日 引栏入京工程正式通水 天津人从此结束了喝咸水苦水的历史 这一天天津市政府特地为每家每户发了一包茶叶 让大家品尝卵河水泡出的茶 1984年央视春晚上 天津歌唱家余淑珍深情演唱了一曲 《卵水香茶珍满杯》 表达天津人的喜悦和感恩 远琦更,至 plataform约 če Properочки 尝卫川珍满杯 残碎着我的喜悦 背 sólo convincing 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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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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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Li,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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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感谢淘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别忘了上淘宝搜索年轻就要够 进入活动会场 会场内有超多优惠惊喜 也可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get我的同款 现在就去逛逛吧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还请一键三连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